今天是星期五 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今天上漲了92點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博樂 我是陳薇薄 那今天時間來到了1月22號 今天是禮拜五 台北股市今天上漲了92點 好 各位的觀星朋友 到昨天為止的台北股市 可以說是進入了家戶病房 也就是到昨天為止的台北股市 各位同志朋友 事實上是危機重重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可能再往下跌 微博到昨天為止 我們的說法會比較偏向保守一點 為什麼會有這個樣子 各位你看到 在昨天以及今天的節目 我們在博日指標的部分 微博都跟各位打一個問號 並不是寫向上 也不是寫向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一個狀況呢 我們先從今天給會員的低通訊息 來做一個說明好了 讓各位比較可以清楚一點 台北股市目前 它是屬於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還有沒有機會 我跟各位講喔 台北股市的多頭還沒有棄手喔 也就是說台北股市的多頭 是還有機會的 那你來看一下 今天是1月22號 這是早上9點19分的時候 微博發給全體會員的低通解盤 好 各位 台北股市今天是 是開高對不對 因為包括國際股市的上漲 還有美股昨天也小漲嘛 好 但從博日指標來觀察 來 重點來了 你先看這個地方 台股大盤 第一個 它是向下 好 各位 台北股市的大盤是向下的喔 也就是說今天台北股市漲了92點啊 轉上了沒有 還沒有 來 我們來看一下大盤的部分 先給各位看一下喔 微博跟各位講都不需要拿去證據 不能說隨便亂講的 來 各位我稍微把它放大一點 這是這一波的台北股市走勢 這是到今天為止1月22號 這是大盤 好 各位這是日線 好 從今天到昨天為止的話 博日指標就在這邊 上上下下對不對 之前的話這邊做打底對不對 好 各位到今天為止的話 這是到今天為止的現貨 也就是大盤部分 東能線12.27趨勢線12.98 各位請問向上了嗎 實際上是並沒有嘛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博日指標我就直接寫向下就好啦 那為什麼我沒有寫向下 各位來我給各位再看一個東西好不好 剛才所看到的是現貨 我們再來看期貨的部分 期貨的部分的話 我們回到了期貨的部分報價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來 各位 今天台子期近月今天漲了135點喔 好 我們從台子期 這幾天的一個走勢來看喔 來 各位 這是到今天為止 到今天為止 1月22號的台子期近月份 這是日線 好 各位我們看一下 到今天為止 這是今天的1月22號 台子期近月份的喔 博日指標 動能線多少 19 趨勢線17 好 就算是昨天 也沒有向下 昨天是動能線是 17.61 趨勢線17.34 所以昨天的黃色還是突破的 好 那今天的部分呢 今天也還是向上 好 尷尬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呢 為什麼微博會給各位打一個問號 因為目前的現貨它比較弱 但是期貨它比較強 各位可能不知道 期貨到底目前誰是最大最大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莊家啦 目前在期貨的部分 包括外資 我可以給各位看一下喔 昨天微博有拿出這一張給各位看 當昨天台北股市下跌 期貨下跌的過程當中 昨天是1月21號 這是期貨契約 這是到昨天為止 期貨在外資的動作 昨天外資還買了5241口喔 好 那它未平倉的一個口數呢 這是到昨天為止 1月21號昨天的 未平倉的餘額 也就是外資未平倉餘額還有多少 還有22829口 各位 它是做多的耶 這是第一點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今天呢 今天的外資又買了多少 再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今天1月22號 一樣是期貨契約 這是台子期貨外資的部分 來 我們看今天的部分 今天外資是買了1191口 所以共計到今天為止 也就是期貨在外資的部分 它期貨多單喔 多單喔 共有24026口 有240多口的一個多單 所以目前現階況的一個尷尬 情況是在這個地方 期貨它的確有在支撐 尤其是最大的支撐的那一隻手 就是外資 它有240多口的多單 所以目前為止 很多人問微博說 這地方還會往下跌嗎 我不敢肯定講 因為我一直認為 從這個位置點 如果是往下的話 7700點以下 我認為都是超跌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來 我們來看回去到現貨 因為現貨到目前為止 唯一比較弱的是現貨 我在等現貨啦 我希望下個禮拜一的現貨 可以博日指標向上 那這個盤就沒有問題 就有機會再往上漲了 那這是現貨為止 我請問各位喔 雖然它沒有向上 但請問一下 它是高檔還是低檔 這個是到今天為止的大盤 好 雖然它沒有向上 但是請問它是高檔還是低檔 目前台北股市的博日指標 它的確是進入低檔 所以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如果從這個地方再往下跌 比如7700點以下 我認為都是屬於超跌段 所以既然出現了超跌段 其實這個地方 我個人不是很看很空啦 我必須忠實的指標狀況 跟各位講 我們把這通訊息看完 好 從指標觀察 台股大盤它一樣是向下 好 台子企業出現了賣壓 這是找盤對不對 顯示什麼 顯示市場信心 它一樣是屬於悲觀 這個就是目前的重點了 為什麼市場信心會悲觀 各位縱使今天台北股市上漲92點 但是你看這個地方 各位有沒有看到成交量 今天的大盤成交量 連700億都不到 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因為再多一個多禮拜 台北股市就要封關了 所以會面臨封關這個變數 大家對於目前的總體經濟 大家對於目前的一個市況 還有這一波估計股市都下跌 所以造成的那個心理 根本不敢去進場買股票 但是我跟各位投資朋友講 人家外資都已經大量在期貨 佈局了24000口的多單了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我的建議 不要看很空 除非啦 接下來的期貨 重點在期貨喔 來 我們把它看回到期貨的部分 期貨今天漲了135點 期貨的博利指標還是呈現向上對不對 好 如果接下來的期貨 博利指標轉為向下 那我跟各位講 那就不敢講了啦 那台北股市就還有拉回的可能性了啦 所以這個地方我希望各位做好準備啦 但是目前微博發現有很多股票 可能各位會覺得說大盤不好 但是微博卻發現有很多股票的博利指標 它並不是向下耶 各位你可以懂我意思嗎 這通訊息我在今天的那個訊息 我有跟我的會員說 市場因為快封關了 所以信心悲觀 信心不足 加上什麼 加上總體經濟 加上國際股是不好 但是各位 台股是否從此一蹶不振 我認為還沒有喔 我認為還沒有喔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第一個 剛才跟各位解釋過了 因為台子期貨 它一樣是在努力的守住博利指標啊 到今天為止台子期貨的部分 它博利指標並沒有向下啊 還有一點 還有許多的個股 博利指標都還是向上啊 所以各位 為什麼這個地方 我會建議各位靜觀其變 其實目前微博代會員的手上 我們都還有做多的股票啦 因為我們做多的持股 博利指標都還是向上啦 所以對於7700點以下 進入超跌的看法不變 所以目前現階段的結構 它就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這個地方 微博的一個心態以及操作 我會稍微比較偏多一點 如果這個地方我是看很差的啦 我就放空就好啦 不管是股票 不管是期貨我就放空就好啦 那為什麼我不放空 昨天微博有跟各位講了 我認為第一點是在國際股市 台北股市這一波會跌得這麼慘的 原因在於國際股市 因為美股跟著下跌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各位一點喔 來 昨天的一個第一通訊息的時候 這通訊息微博有跟會員做報告 我說台股後市 國際股市它將影響台股 是否出現反彈 什麼意思 來 各位 台北股市有沒有可能這邊出現的反彈 重點在於國際股市 那國際股市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 來 從美股 美股叫做四大指數 到窮 納斯達克 廢辦 S&P500 歐股 歐股就是英國 法國 德國 一直到什麼 亞洲 亞洲就是我們寧靜的日本 各位同志朋友 給各位看一個東西 這是今天為止禮拜五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日經指數 日經指數在這邊 給各位看一下 日經指數今天漲多少 今天漲了914點喔 各位 日本這一路這樣往下跌往下跌 沒有日經指數 在這邊再一次 日經指數一路往下跌往下跌 今天漲了941點 到目前為止 我們錄節目這個時間 所以目前為止 包括美股 歐股 亞股的博日指標 都怎麼樣 都進入低檔喔 包括昨天 這應該講前天了 因為這是昨天1月21號的訊息 前天的稻窮 甚至拉出300點的下影線 所以其實我們的看法 7700點以下進入超點 我們看法是沒有改變的喔 現在叫做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在期貨的部分的博日指標還是向上 但是現貨的並沒有 所以重點來了 只要接下來的現貨博日指標 再度轉為向上 微薄的測標也會改成向上 那台北股市就有機會往上發展一波了 但是如果沒有 如果下個禮拜 國際股市沒有帶動 而且繼續帶衰 那期貨的部分 也轉為博日指標向下 那微薄的測標就會改成博日指標向下 那就有可能再往下跌了 所以這兩天 微薄特別利用節目跟各位講 你要靜觀其變 目前為止 因為我認為7700點以下 屬於低檔區 所以進入了超跌段 有些股票會領先止跌 有些股票它不會領先止跌還會跌 所以有些股票領先止跌的 你就不用再賣 因為它有機會往上漲 可能你目前為止 你會覺得說非常非常悲觀 又要過年又要封關了 國際股市又這麼不好 但是我必須 微薄真實的跟各位講 有非常多的股票 博日指標並沒有轉為向下 它的博日指標是向上的 我想這部分我們留一點時間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等一下微博廣告過後跟各位講 我們來看一些 到底有哪些股票 是屬於博日指標向上的 它是屬於有機會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陳通投顧陳老師幫您避開風險 創造獲利全面55折 陳老師幫您避開風險 創造獲利全面55折 創造獲利全面027525868 27525868 陳通投顧陳老師股市操盤系統 全市場唯一有老師親自教學的軟體 是全市場唯一簡單又有用的指標 只要您擁有保證交道會 支付專線0227525868 27525868 陳通投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陳通投顧擁有股票期貨雙智照 帶您領先動新市場 穩健獲利不往不利 陳通投顧值得托付 贏了27525868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突厥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選擇你的網絡 鵝排氣密床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由瓦斯行安全技術人員 近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關心您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從個股部分的話 它的表現會有個股分別的差異 有的股票已經領先止跌 甚至往上漲 但是有的股票還會往下跌 它的重點在於 目前那一檔股票的不日指標 是屬於向上還是向下 這一點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如果您目前手上的股票 是屬於不日指標向上的 我認為沒有關係 你要等待 只要不日指標不要轉下 它都有機會往上漲 這類市股票可能各位覺得真的有嗎 各位真的有耶 我舉例好不好 比如說3.529利旺 利旺這一波其實受到了台北股市的影響 你看利旺這一波 幾乎完全都不漲 對不對 它不像以前一樣 之前的利旺還有漲勢 但是這一波利旺怎麼樣 漲上去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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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請問今天利旺小漲5塊錢啊 那它是屬於會漲的 還是說它會跌 如果你沒有一個依據 你沒有辦法做一個有效判斷 但是如果你用不日指標 你將可以得出答案 這是3529利旺 這是利旺的不日指標 這是到今天為止利旺1月22號 這是利旺的日線 好各位 為什麼這一波利旺 它都沒有辦法漲上去 當然啦 你會講到受到的大盤影響啊 這是第一個 但是從博利指標來看 之前利旺都是博利指標向下 所以當一檔股票 如果博利指標向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就是不漲 它就是不漲 但是如果等到博利指標向上呢 各位我們來看今天喔 這是今天1月22號的利旺對不對 好我們拉近點看這個地方 讓各位看清楚一點 動能線38.71 趨勢線38.63 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從原本的向下向下向下 它轉上了喔 它轉上了喔 那如果它博利指標轉上呢 它有沒有機會 我認為它有機會 你懂我意思嗎 你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依據 來做一個判斷 如果利旺的博利指標它不轉上 它又轉為向下 當然它在下跌的可能性 我必須在節目上面先講一點喔 很多人很怕股票下跌 那是因為你手上爆了股票 你當然怕它下跌 但是沒有股票的人 手上都是現金的人 下跌它是一件好事欸 如果它下跌的原因是因為博利指標向下 它未來上漲的原因也會是因為博利指標向上 為什麼 因為利旺它是屬於多頭型態的股票 各位雖然這一段時間利旺不漲 但是它整體型態它是屬於多頭的 所以多頭型態的股票 如果遇到了博利指標向下它不會漲 但是未來向上它就會漲 我舉個例子給各位看好不好 來各位 這一檔叫1536核大 核大今天攻到漲停板 但是你看喔 核大在之前的時候是不是也是下跌 然後最近核大才又漲上來對不對 為什麼核大反而逆勢上漲 先把原因找出來 你會發現一個事實 1536核大 這是1536核大 這是核大的博利指標 看一下沒錯啦 這是到今天為止的核大 今天核大攻到漲停板 攻到漲停板 那我請問為什麼核大會攻到漲停板 各位有沒有看到它博利指標轉為向上 它不是今天轉為向上喔 它是4天以前就轉為向上了 當它轉為向上的時候 它有沒有機會往上漲上去 有啊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之前核大的博利指標是向下 所以這一檔核大 博利指標沒有向上之前 它都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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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旦博利指標向上的時候 各位 它是不是有機會攻漲停 所以為什麼這樣的股票 當它向下的時候你要先避開 因為核大這檔股票 它也是屬於多方形態的 所以一檔股票是多方形態的股票 當它博利指標向下的時候 它會往下跌啊 這個時候你要避開 我說避開博利指標向下的目的是這樣子 但是不代表它是不好喔 因為如果它的博利指標向下的時候 它會跟你講說那個時候它不會漲 你要等待要等待要等待要耐心 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博利指標向上的時候 它有再往上漲 為什麼 因為核大這種股票它是屬於有基本面的 你來看一下 核大的營收 有沒有持續創高 很漂亮 核大的獲利 有沒有每一季都比上一季好 去年的三月份 比前年三月份還增加 二月份第二季也增加 這個是第一季也增加 第三季也增加 所以當它的一個營收獲利 都是增加的時候 它的股價當然是呈趨勢走勢 但是因為它這一段博利指標向下 所以這一段博利指標向下它不會漲 等到博利指標向上的時候 它就會漲上來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 懂我意思嗎 所以很多人會很害怕博利指標向下 微博反而會去注意一些 博利指標向下 但是它是多方形態 而且它是基本面非常好股票 可是我可能不知道有哪些 微博爆一些給各位看 我想一下 比如說這一檔 不是不是不是 2464 來各位 好 這一檔叫2464蒙利 看起來不怎麼樣啊 蒙利最近也在跌啊 好 我們先弄清楚蒙利為什麼下跌好不好 把2464蒙利的博利指標給各位看 這是2464蒙利 這是蒙利的博利指標 來看一下 這沒錯 這是到今天為止的蒙利 好 為什麼蒙利這一段都在下跌 各位有沒有看到蒙利下跌的原因 是因為它博利指標向下 好 到現在還沒向上對不對 這是日線啊 好 所以你現在知道為什麼蒙利會跌了吧 那整體趨勢給它看下來就是這一段 這地方會跌 但是你看喔 蒙利這兩股票請問是多頭還是空頭 蒙利是多頭呢 那它基本面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蒙利的基本面 蒙利是做自動化設備的 你看它營收有沒有一路一路的成長 去年公布出來12月份還創新高 各位你看這營收的數字 好去年再來它的獲利 各位你看一下喔 每一季的獲利有沒有比前一年的還要好 這是去年的第三季 0.93 各位 它的獲利跟它的營收都是成正比的 跟我剛才所講的核大是一樣的意思 那核大會漲停板的原因是 因為它博利指標轉為向上了 所以核大漲停板 但是蒙利的博利指標沒有向上啊 所以蒙利當然不會漲啊 但是各位的朋友 能不能把它列入觀察指標 如果未來我不曉得什麼時候啦 蒙利的博樂指標可以轉為向上 各位那不就是一個絕佳買點嗎 因為蒙利的博樂指標如果再向上 它就會往上漲 就跟核大意思一樣 比如說這是蒙利 為什麼它還沒開始發動 因為它指標沒向上 但是如果之後指標向上 它就有機會發動 因為蒙利它也是屬於一個多頭形態的股票啊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很多人會認為說博利指標向下是不好 不是 如果你是買到空方形態的博利指標向下 它會一直破底 但是多方形態的博利指標向下 它是會震盪拉回整理 所以目前現階段 有很多股票是博利指標是向下 你要去做區分 重點在這地方 但是有很多股票的博利指標 它不是向下的 比如說好了 這檔叫2454連發科 連發科前一段時間都在跌啊 對不對 最近不跌 你看最近台北股市跌翻天 它不跌了 它整理了大概快一個月了 那為什麼連發科這段時間不跌 從博利指標就可以得出答案了嘛 這是2454連發科 這是連發科的博利指標 來各位你看喔 連發科之前的博利指標 都是向下向下向下 所以連發科一路跌啊 你看它一路跌 但是最近的連發科 博利指標是向上還是向下 它是向上喔 我們來看一下 東能線到今天為止嘛 東能線16趨勢線14啊 那請問各位 既然它博利指標向上 它有沒有機會談 那如果還有機會談的話 各位說這邊喔 你如果手上有的 就當然不要賣啦 懂我意思嗎 如果接下來 它的博利指標轉為向下 你再把它賣掉 因為表示它可能整理結束了 但是目前沒有啊 其實你會發現啊 微博時間不夠而已 很多補票都不是博利指標向下的 來各位我講一張跌的 這一張叫TPK TPK間跌7嘛 好看起來 下跌股票大家都害怕 你會不會看漲說漲看跌說跌 但是各位 目前TPK的博利指標狀況呢 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喔 目前很多股票 博利指標不是向下喔 來各位 這是TPK 這是TPK的博利指標 你有沒有發現TPK博利指標現在是向上 但是之前TPK博利指標向下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股價一直下跌 所以當TPK博利指標向上的時候 目前 你有的人當然還是要續爆 他還是有可能漲 等到他博利指標再度向下的時候 你再做賣出啊 其實比如說 我再舉例一檔股票好了 可能我都舉例漲的 那我舉例另外一檔 各位 這叫4174浩鼎啊 生技的製藥啊 股王啊 那為什麼浩鼎這一波都下跌 那反過來講啊 我請問浩鼎今天不是拉一個下影線嗎 請問可以買嗎 如果你沒有依據你如何判斷 但是如果用博利指標 你馬上可以判斷出來 這是4174浩鼎 這是浩鼎的博利指標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浩鼎到今天1月22號 那浩鼎為什麼這一波一路下跌 因為浩鼎下跌的博利指標都是向下 你有沒有看到 好 就算到今天為止喔 來我們看一下 動能線33 趨勢線43 各位今天浩鼎再下跌啊 拉出一個下影線啊 請問博利指標向上了嗎 還沒有啊 所以當博利指標沒有向上的時候 這個反彈你都不可以買 你買了就套 買了就套啊 買了就套啊 所以各位的朋友 很多股票你用一個依據 你會發現說 像浩鼎這樣的股票 現在還不能亂買 因為它博利指標是向下 你必須等到它博利指標向上 那只是我們的時間有限 微博沒有辦法 在節目上面講很多股票 我本來講還要講 比如說像宏達電 像劍林啊 像帽連啊 一堆啦 很多人要問的股票 微博時間不夠 沒有辦法做一個說明 但是我必須強調一點 目前現在如果是股票的部分 股票的部分 有的是向上的 你不一定要賣 因為外資 它在期貨部分 它是做多 期貨的博利指標也是向上的 所以目前這部分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希望對各位有幫助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操作 微博張開雙手 歡迎各位加入博利家族 我們已經做好準備了 那節目進行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順利 陳東濃固陳老師幫您避開風險 創造成功 創造獲利全面55折 陳老師幫您避開風險 創造獲利全面55折 設家專線0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陳東東濃固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 主力作手勾結坑殺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金銜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進一定貸出 陳東濃固 擁有股票期貨雙智照 帶您領先動行市場 穩健固利 胡亡福利 陳東投付 值得托付 082752-5868 感覺很害怕 這是改善心的 龍心經營銀行 貸款顧問 026637-1353 龍心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點心 有些人比我更重要 不難 一些人比我更重要 用決心跟前力 超級更重要 沒有高揚